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适合戴著你的一家大小 在夏天享受陽光 享受大自然呢 有什麼樣好的車款 可以推薦給大家呢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 達人們怎麼建議 艾大 你是家庭裡面 算是四口之家嘛 那你平常是怎麼樣 規劃在夏季出遊的呢 夏天出遊當然是避暑啦 對不對 其實像冠儀剛剛講的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人都 在旅行的規劃上面 都做了重新的考量 這個時候車子就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不是說 OK 你為了旅遊 你要換一部車 而是在旅遊的需求當中呢 車子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這個時候適逢你剛好是 換車的時機點上的時候 你當然要把未來 在國內旅遊移動路途中 使用的車輛 考量在你換車的這個 這個需求度裡面 所以車子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夏天出遊我覺得就是 目前現在是要避暑 避暑通常去什麼 去這個山裡面踏青 或者是去海邊玩水 也就是上山下海都要能夠滿足 這點是很特別 但也很多人喜歡露營的 露營的時候就建議找一些這種所謂 露營區 露營地 甚至有一些露營地 這是你的帳篷上面 它還有一層遮陽的帳篷在上面 這個可能會稍微比較涼爽一點點 那當然我覺得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台灣其實還有非常多 這種很不錯的景點是 我們還沒有去過的 因為大部分在旅途的規劃 大家都規劃出國 其實我們自己台灣裡面 還是有非常多的地方 是值得我們一探就近 那當然就是 就是夏天重點來了 這個車內的空調一定要足夠 對 對不對 防曬要做足 所以你要帶對防曬的乳液 然後要定時的補充水分 擦防曬乳 然後車內的空調也要能夠足夠 然後還有最主要是 綠西亞大小出遊的時候 這個裝備可能也要帶上不少 一家老小大概吃的喝的用的 包含腳踏車可能都要隨身攜帶 所以這個時候在旅途的中間 車子坐得舒服 行駛上要能夠有安全 甚至要有這個AIDAS的系統 甚至在你出遊的時候 還可以降低駕駛人的疲勞程度 這也是對於一家大小安全 非常重要的一些項目 好 聽起來其實夏天出遊 你可能要帶很多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車子在你出遊的過程當中 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有一些車你看到它 你就會覺得 感覺好像看到已經準備要度假了 可以看到山跟看到海 像我們現場來的這一台 Budget the Rifter 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它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度假了 可以出去玩了對不對 是 其實這樣子的車型 真的是最適合我們 就是拿來做度假的車款 而且你在戶外 即使你不想要在太陽底下 你躲在裡面 你家子在裡面聊天也是很棒 因為它的空間非常好 但是總先我們還是要先看說 從外面看起來 它到底有什麼吸引我們的地方嗎 其實我覺得Rifter這台車 雖然它的設定是MPV 一般我們會覺得 MPV就是專為了空間而設計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車子 你如果沒辦法先搶到人家的眼球的話 你說做的再硬體做的再好 也沒有用 所以你看它的外觀 其實它比起一般的MPV來講 它其實更加的活潑 法國人畢竟重視設計 也很會把美學概念 呈現在車子的設計上面 像我們都知道 Pujo現在來講的話 它那種仿生的那種面貌 那種表情 在Rifter上面也一樣 非常的明顯 對 像是日行燈有沒有 它也還有 對 感覺是療牙的感覺 對 就是獅子的那個爪子 或者那個牙齒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 很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就是 它的外表雖然說一樣 它現在加上流行的那種跨界套件 Crossover感的 像是下面的塑料的原色 車色也有塑料的飾板 還有輪拱 去把它包裝的更恐怖有力 但是它卻不會忘記一些細節 像它水箱護照 它其實是鋼琴烤漆的 然後裡面再用塑料 用兩個材質去 搭秤出它的更豐富的視覺感受 沒錯 下半部的那個類金屬的那個護板 也一樣啊 它讓你的整體車頭 不會看起來很呆板 因為MPV看起來 因為它面積比較大 對 比較厚重 對 你不用這樣多層次的搭配 你會讓它覺得 好像看起來有點平板 有點無聊 那不只啊 其實你看車側 像是後照鏡 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後照鏡外蓋有沒有 然後像車頂的這個行李架 它都是利用 一樣鋼琴烤漆的 亮黑的視盤 對 然後有一些防刮的材質 所以就是有兩種顏色搭配 兩種材質的搭配 看起來就比較活潑一些 那其他的部分像是車輪 它17吋 它也用雙色的烤漆方式 有欸 對 而且它的輪弧啊 有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你看它有一些凹陷 然後還有一些這種線條 就不會是只有一條的輪弧 對不對 是 而且看起來就更加有戶外感 嗯 覺得很outdoor的那種氛圍 嗯 沒錯 當然剛剛講到了 既然這個車子是MPV 最重要還是空間的部分 這個車其實它車長很短 它才4米4而已 然後 看起來不像4米4 對 然後而且它軸距2785公里 其實這樣子的格局呢 我覺得好處就是 它跟我們常常一般開的車子 中型的房車 大小差不多 對 在稍微大一丁 休旅車啊 先輩車 其實就大概這個層 這個階層這樣子 但是呢它卻擁有非常大的空間 我們打開車門 請幫你坐進去 側滑門喔 對 側滑門喔 對 很方便喔 是 而且開口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大家越來越愛側滑門了 而且它車高夠高 所以你坐進去的時候 你不用這樣背躬屈膝的坐進去 你很輕鬆就坐進來了 對 MPV的優勢就在這裡 而且坐進來以後 它整個空間感是不是比一般MPV 還要來得更大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我頭頂 這個超級無敵大天窗的關係啊 是 但是其實我從外面看就知道 就算不是那個天窗 你離車頂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蠻多的 兩三個拳頭的距離 對 因為其實我用丈量 你看 無限高 而且它坐這個大天窗之後呢 它下面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設計 那就是說像你看 中間有這條照明加上置物的這個盒 這個地方是中間有照明的設備 對 然後我也可以把譬如說 我很很喜歡吃零食 然後化妝包直接丟在這裡啊 對 很方便對不對 它不只好看 而且還很好用 除此之外呢 其實像後座的出風口 就可以確保你的空間還是涼爽還是舒服的 有耶 像你剛剛講的 躲在車上防太陽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很實用 它還可以調大小耶 是啊 就是出風口的大小 不是就只有給你一個風而已 沒錯 然後你的腿前面 這個餐桌 坐在這邊喝飲料 吹冷氣 小孩子們最喜歡這個啦 而且裡面還可以放飲料 還可以放飲料 對 然後其實第二排啊 基本上它還有三個獨立的作業 對 它是333獨立的 所以如果說一旦把它放倒 來 你既然坐過去 我就順便示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出來的空間 是一個全平面式的 平整耶 是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貨車模式 是 你如果要搬大東西的話 對不對 這個行李箱在你剛剛全部都是 像我們剛剛全部都起來的時候呢 行李箱就有775公升 775喔 你說第二排還沒有收折嗎 對 就已經775了 那收折完應該破 收折馬上就3000 3000喔 我還想說破2000 結果沒想到是3000 而且不只 你如果再把副駕駛座再放倒 會變成3500公升 這時候你要放衝浪板嗎 還是什麼那種長型的東西 你就算全尺寸的公路車 你完全不用拆車輪 你就直接就放進來 喔 對 而且觀眾朋友 其實啊 這個副駕駛座倒下去之後 因為它有個餐盤嘛 對 在這個上面其實還可以放東西 對 一樣又變成是另外一個 你便當什麼就可以 或者是我坐在這裡 我就直接把腳往前夸 因為它可以往前 整個全部倒平嘛 我覺得NPP最討人喜歡就在這裡 因為它空間實在是夠大 對 所以你要怎麼做 要怎麼用都非常的適合 主要是車頂啦 我覺得它夠高 所以你在車內整個的遼闊感 你就覺得 喔 我好喜歡坐在車子裡面 沒錯 那大家一起聊天 坐在車子裡面的感覺也很好 你萬一停在斜坡上的時候 你如果說像側滑門 然後但是你卻沒有很重的阻力的話 它關上去會夾到人 對 尤其是小朋友不知道的 歐洲車就是重視的是這個部分 有時候風太大 我記得我之前有開過有一些側滑門 直接被風浪吹過去 是 那很危險 對 對 對 然後還有我既然剛剛講到行李箱空間 當然我們現在就要來看後面 好 它的後行李箱其實是雙開模式的 雙開的 就是意思有兩種開法 一個開法當然就是我們先開上面 打開以後有沒有 它的機關在這兒啊 對 它在側邊 然後這樣子以後呢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東西 不要太重的東西 直接就放在上面 哇 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行李箱這樣 本身是我看過最大的 它也可以這樣 它可以跑幾折 是 而且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秘密武器 是在上面 哪一個 這個打下來 你看有多大的空間可以放東西 枕頭區 對 你可以放枕頭 棉被區 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設計非常的好 玩的地方是它從後面開是全開 但它其實從剛剛你前面的話 它會直接從前面的小門打開 也可以從前面拿 就是你坐著 在後座坐著也可以拿東西 然後從洗洗箱的話也可以放東西 那果然怎麼那麼聰明啊 對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非常有效率 然後如果把它關起來呢 則是整個門打開 就像一般的仙被尾門這樣子打開 對 它打開以後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775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 然後放倒就是更厲害的 超過3000公升的 完全的很平整 而且你看這 因為啊 大家會覺得說 它後面的這個門板比較大對不對 對 它反而更好 你怎麼知道你出去玩的時候 遇到下雨 你要躲哪裡 我就坐在這裡 是啊 我常常看到 我們去拍照或試車的時候 很多像這樣子MPP的 遮太陽啊 對 它就這樣打開 然後椅子就放在這邊遮太陽 然後就很舒服的看著海 看著山 對 然後就像你講 萬一下大雨的時候 它還可以遮住雨 嗯嗯嗯 甚至兩邊加上垂簾的話 你還可以在那邊坐 像你去海邊玩 你要稍微換個衣服什麼 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喜歡outdoor風格 你喜歡去戶外玩 不管露營釣魚 還是看海還是幹嘛 潛水 我真的覺得MPP是最適合 像RAFT這樣子的車子 真的是在這裡